i see you pullin up to meet me in your car i know you didn't have to drive you don't live far from me 嗨大家今天是4月4號 是我隔離的第五天超快的 我原本以為很久 結果莫名其妙就一半過去了 那今天還有這種東西 就是要再做快摔 所以就 帶著大家跟我一起快摔吧 喔對了今天的儀式感是小金色的 然後還有三層的耳環 因為想說今天有那個快摔的影片 我們就不錄那個那個超耳環的影片 這應該是放這個的 欸還是這個 好 來吧 我媽說 她上次看影片說要 左邊五圈右邊五圈 對 好 開始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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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拿起來 底是一分鐘 喔!我到了 可以拿起來 蓋起來 上面要第三滴 大家拍不到 那我拿起來 一二三 喔!我鼻子真的好癢喔 我要去拿衛生紙 目前我剛看了 是 大家 是陰性的 是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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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開心了 趕快拍照 趕快拍到衛生索 然後一直催我 飛生索 在哪裡 然後 2022 零 零四 零四 欸今天是4月10號欸 兒童節 現在才發現 他已經隔離到了 然後我真的上次 上次我媽叫我問那個 就是我要去看醫生的事情 然後 然後他叫我打電話去問 然後我就搜尋了他的看電視點 然後我就說沒開 結果其實他根本沒有開 因為我以為那天是禮拜一 但其實那天是禮拜五 已經隔離到不知道 什麼時候 然後 裝回去 完成 還是個健康的乖寶寶 然後 今天要 把 真的要把過年的影片做結尾了 我 我已經 我昨天已經在上那個 我的一些話 然後其實已經快上完了 應該 我覺得 今天 晚上吧 或下午可以上 所以 就是要完成一個自己的心願 然後 過年再解完 就要剪一些我寒假路的片段 就是我寒假有去 刨衣服 然後也有去 就是去別的 別煮壁紙幫忙 然後我自己的壁紙 因為真的太 忙了 完全沒有辦法錄 所以就沒有我自己的壁紙 是別人的壁紙 而且別人的壁紙 也只有一小小點而已 主要應該是跑衣服的 然後 這一支也 應該可以 蠻快的結完 因為沒有像過年的 時唱 也那麼長應該沒有 然後 再來就是 我最期待的 生日週的影片 然後 生日週完 就是 我那種生日週完還想說 我要下個禮拜 要不要繼續拍 weekly vlog 然後 後來想說 還是拍一下好了 結果拍一拍 weekly vlog 變成 隔離日記 所以說不定 我這個影片的 標題就會 第一集的話 可能就會寫說 呃 什麼 weekly vlog 變成隔離日記 一匹晚之類的 就 很 幸運 然後反正我現在就是 我在這 居家隔離期間已經 不用再 我不用再自己曬了 然後我就等 我四月 四月八號的時候 他們會再派 防疫計程車 來載我 去醫院 做PCR 然後之後 還有七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然後 在那七天我要搓兩次 所以總共 我這樣一趟的旅程 我們說旅程齁 旅程下來的話 我們是要搓五次的 就是 兩次PCR 三次 就是用這個 快篩套組做快篩 沒錯 所以 我現在已經被搓兩次了 還有三次在等著我 加油 然後 對說到這個 我剛剛一起床 我爸媽 我媽就很大聲的跟我說 我在看2521的最後一集了 你們看吧 我追劇還是追輸了 我現在戳完了 我要趕快去補我的進度 然後再做我的影片 2521真的不能等 我很怕被爆雷 所以 我現在要去看最後一集了 最後一集完 才會開始剪片 我要去了 大家再見 給你們看 我剛剛不小心把酒精打翻 結果地板就變這樣了 我 很心痛欸 是什麼意思 我爸說應該是 漆被弄掉了 因為原本上這個木頭的時候 還有上一個漆 可是怎麼會是白色的 我真的要瘋掉了 因為那個酒精瓶 我已經試了 鑽緊鑽很多次了 然後 都鑽不緊 然後剛剛就是 我很忙碌的要準備快篩 所以表演提到 他就打翻了 我的地板啊 真是的 今天的早午餐是 烤吐司 然後裡面是起司 加蛋 起司蛋吐司 然後 一杯雷茶 然後 因為我比較喜歡處理黑皮膠 所以 我媽就拿上來叫我自己傻 然後 我已經 就 戰鬥為止了 好不好大家 最後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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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了 喔 今天天氣也太好了 吧 這個太陽 趕快去曬太陽是超舒服的 但我沒有辦法 我忍在房間裡 然後 繼續看我的 2521 嗨大家 在這位子 知道要做什麼了吧 開箱 今天開箱的是 這是 我 大學的一個 學妹 送來的 等我一下 要大家 送來的愛 是一間我也沒吃過的 就是 它開在我們 家 這一區 但是我沒有吃過 叫做 看一下 叫做 叫做 草本茶 然後 它幫我點的是 我看一下 仙草一號 然後 裡面 裡面有 芋圓、紅豆、藝人 跟仙草 都是 我很喜歡的 這是大家 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 怪癖 就是 不是會有人 喜歡番茄 但不喜歡番茄醬嗎 我的話就是喜歡芋圓 但是 超討厭吃芋頭 所以 因為它這個組合有分 芋圓跟芋頭 那它就問我想要哪一個 然後我就說 我要芋圓 芋頭千萬不行 所以呢 它就買了芋圓的 給我 好 我要呼叫它的名字 那很像 很像那個 直播間 那我們就 我們就謝謝 小妮的愛 謝謝小妮 然後我等一下在 發現時動態 感謝她 今天 兒童節的 快樂 雖然已經老大不小了 已經 22了 但還是 兒童節快樂 龜龜龜毛的我要按出 開始倒出了 讚 嗨大家 會不會覺得我今天消失太久啊 因為我今天都在處理影片 我真的有認真處理影片喔 我現在已經在 上傳中了 所以 我覺得 今天晚上應該就可以上片了 我很努力的在 處理影片 然後還有很認真的 打資訊欄 真的只有認 我資訊欄藏了很多寶藏 我每次什麼店鋪的 都會放在裡面 這樣認真看的人才會發現 然後 反正我就是 在處理 除了做我的影片 還有處理一些 壁製 我們現在後期的一些 就是 要挑光挑色 要找人什麼的 之類的 這些 這些 瑣碎的事情 所以今天都沒有錄到 什麼片段 而且我 今天 一早 戳了那個鼻孔 然後又看了2521 今天其實 好像過蠻快的耶 現在幾點了 現在已經 現在已經4點半了耶 真的 我怎麼 有一種 嗯 很像旅行的感覺 就是 你出去玩 你第一天的時候 比如說三天兩夜好了 或是 我舉 去 我上次去日本的七天好了 你去的第一天 你覺得 其實時間過得還蠻 蠻久的 然後默默的就會來到第二天 然後 到第二天之後 你就 喔這樣順順的過 然後你不知不覺就會發現 怎麼過一半了 然後你就會開始 有點 帶著 我自己啦 就是在旅行 會帶著有點 捨不得的情緒 在每天早上 就是 過了一半之後 所以 現在 現在我的隔離 也來到了第五天 時間真的 蠻快的 但是我要現在 就講這麼感性的話嗎 好像也怪怪的 因為 因為如果我 做成隔離日記的話 這應該只是 第二集而已 對 然後 就來跟大家 回報一下狀況 就是 我 現在狀況很好 然後 只有 昨天吧 昨天就是 剛好看 2521 然後再加上自己的 被關的情緒 被關在一間房間裡的情緒 所以 昨天的情緒比較不穩定 今天 心情蠻好的 然後還有 學妹送的那個 碳石的 那叫什麼 什麼叫碳石 碳斑頭石的 的那個 仙草 然後就 蠻開心的 所以 大家不用擔心 我還是 好好的 對 然後 然後 現在就在處理 那個 Youtube影片的事 今天晚上 我就會上傳 然後等一下就會 發IG宣傳 跟大家說 我久違的 要上傳影片了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因為我真的覺得 過年這支影片很歡樂 我自己很喜歡 就是 怎麼說 我喜歡 節日的那種氣氛 就是 就是 因為節日可以把 平常好久不見的人 包括聖誕節也是 可以把大家聚在一起 然後我很喜歡 大家聚在一起的 那個感覺 就算只是 待在同一個空間 沒有做什麼 特別做什麼事情 我也會覺得很辛苦 好喔 剛剛 錄到一半記憶卡滿了啦 我就趕快把一些舊的片 刪掉 好 我剛剛是要講說 我怎麼每次在 就是 在處理我的一些 庫存的時候 剛好都是疫情爆發的時候 像去年我在 處理 也不是處理 我在 剪我的那個 那叫什麼 打工換宿的影片的時候 也是疫情 突然爆得很嚴重 然後 現在四月多也是 我現在看 已經 有好幾天 當天 本土都破百了 只能說 你看我 這個 我不知道我要說幾百次了 就是大家真的 平安健康最重要啦 我就是要講這個 然後 我只是想說 怎麼這麼巧合 我每次在 真的有空剪片的時候 真的是 疫情變嚴重的時候 所以也希望我的影片可以 帶給大家一些 快樂 或是 痾 療癒到大家 然後 也是 想要記錄我的生活 然後 尤其是我看完2521之後 更有這種感觸 因為 他是用寫日記 那我想用 我想用 影片的方式 來記錄我的生活 這也是 我拍 我拍YouTube的初衷 痾 怎麼突然 突然好感性 反正 這就是我想要拍影片的初衷 我想要記錄我的生活 畢竟 You only live once Y O L O 就是今天晚上六點了 現在是 五點二十七分 再差不多半小時 我們的過年影片就會上線了唷 然後我現在 馬不停 就是我剛剛在做那個 那個封面 然後我現在馬不停蹄的 要來 繼續剪下一支片了 大家我剛剛在處理我的影片 然後你們看我發現了什麼 現在竟然在公主小妹二十四小時不間斷馬拉松 天哪 之前 那個 欸 之前過年是 惡作劇之吻 現在被公主小妹耶 天哪 天哪 八大真的是很會耶 很會挑這種 大家沒事做的時候 做一些不間斷馬拉松 你們說時間過得快不快 又到了晚餐時間了 今天晚餐是炒杏鮑菇 然後 水蓮跟香腸 然後 我手機還沒架好 我等一下是要繼續看三十九 我三十九還沒看完 對 就是 今天的晚餐 嗨大家 我覺得時間過太快了 太快就已經 第五天晚上了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我還是不要 預設 第幾天會是第幾集 好了 因為我其實自己 預設的是三天一集 但我覺得我應該要像 我打工換素的時候一樣 就是 一直這樣錄下去 然後 我自己在後製剪輯的時候 再看 每天的長度 跟素材來 決定 總共要幾集 我覺得應該要這樣才對 所以我剛剛前面一直說 這邊是第二集 說不定這裡 因為前面素材太多 說不定這裡已經是第三集 之類的 我也不知道 所以 我現在決定 我不要預設 先預設立場 就是 第幾天 我也就在第幾集 好了 對 不然我覺得我這樣 後面剪起來也會很奇怪 就會自己自想矛盾 就會說 嗨 現在這邊應該是第二集 然後其實就是第三集 這樣子 對 所以 就是我剛剛突然想到的 因為剛剛 我馬上要開始剪 下一支寒假的影片 的時候的 一些想法 對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跟大家說 不知道為什麼 第二支寒假的片 我今天一天 就把所有的畫面都 連音樂 的位置都定好了 我今天非常的高產 今天又上傳了一支片 然後 然後又 把下一支片的 那個 畫面跟音樂 都定好了 只是要微調 然後 再上 字而已 說不定明後天就可以上了耶 我今天是 我今天是 效率小達人耶 天哪 今天很高產 真的要變高產女王了 小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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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聽到嗎 有 所以 所以 那明天剛好休息 對我明天休息 喔 耶 我已經穿好多天班了 終於可以休息了 對啊 而且我跟你講 你到時候真的一定要看那個片段 真的 我真的超像直播 我就說 謝謝小寧 你等我剪出來 你什麼時候會剪出來 我現在 在排程中 我現在 我跟你說我今天 我今天效率超高 我今天不是上了一支片嗎 那支片我弄了三天 但是我下一支片 就是寒假的第二支片 我今天就把所有片段 跟 歌都弄好了 一天 我平常要兩三天 我今天一天 不到一天 剛剛就弄好了 我只要後續再調整就好了 我跟你講我今天效率超高 然後我這個寒假弄完之後 就是我生日了 然後 我生日週的完了之後 就開始隔離了 所以其實蠻快的 挺快的 沒錯 所以你可以期待一下喔 我大概 五月前會看到嗎 我希望啦 反正我還有這麼多天 說不定我後天又上 第二支影片 直接變高產女王 你高產女王嗎 我覺得我現在說不定會成為 今天的效率實在是太恐怖了 我自己也嚇到 好好好 你說故事 我看我看 想你要說故事了 大家不能聽 掰掰 好 好